清津鸡关门关了 也很早就关了 一直就没有说再入住新的酒家 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春节前关一关 春节后如果人多了还会拍照 这是一个小的奶茶店 一条街反正倒闭的挺多的 一直都没有完全恢复 包括我们那边那条街 我仔细看也有好多一直都没有在入住 反正现在疫情完了以后 有很多这些店铺都是没有完全的恢复 就是有还是有很多商铺都是控制的 一直租不出去 等明年春夏的时候吧 就瞬间过去 然后开入夏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出门 哎呀说起来今天是我生日呢 马上 但是女人超过30岁以后就不想考虑生日这个问题 那么不希望老了 永远的18岁 所以不想过生日 好 苦素的怨恨 想早点休息 想早点进入退休生活 想想那些UP主义一样 这家店这么热的 这么多人 热不得这家店感觉在一个很旺的角落里头 也一直疫情没有关门 挺多人